關於有的花姐妹創業就業協經會的理事長羅雅軒上台跟我們支持 大家好 我是C組的第一名 因為他們有AB組所以我就C組了 我是台灣葉荷花姐妹創業就業協經會的理事長 我叫羅雅軒 我在10年前的時候已經想要辦這場活動 因為我受傷致敬22年了 可是在10年前我只是一個脊椎審傷新竹縣的一個理事長 我沒有後盾也沒有結婚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可是我很想要辦 到了今年的第10年有一個人寄了一個FB給我 是我們脊椎審傷的 他告訴我說對我寫文章有幫助 結果我打開辦 想說這不是我在10年前就想要實現的願望嗎 我看到一個法國的走秀 所以我就想說我一定要實現這個夢想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找人一起做 第一個找了桃園脊椎審傷的林董市長 第二個來 謝謝 去年10月我們就開會了 籌備了第一次的會 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們脊椎審傷是給生命障礙者物化女性 要不然就是說消遣生命障礙者 後來我們討論的結果是 我們不僅是要再選美 最後的是要再選美後 我們會對所有的35位的加勵 不管有沒有進入決賽的 都在做開課的過程 第一個要跟他們做業務的訓練 第二個我們要 因為我們有嘴巴 我們口腦都正常 就算我是頸椎的 我四肢癱瘩 可是我有嘴巴 我們可以做很好的行銷的業務員 所以我要做一個業務 然後要引進他們進入慢慢的 也讓正常人來愛我們 因為有一些人就算戀愛了 他也不敢走進婚姻 因為怕會離婚 所以我有結婚 可是我結婚了13年到今年還沒有離 我的老公在那邊 也謝謝我老公一路來的支持我 還有兒子 因為全部我們一開始 在籌劃的時候 在四月 跟我們的張課長 張士銘那個課長 一定案的時候 桃園脊椎準章就是報名處 那報名處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我必須要親自去仿司 四肢幾位的家裡 都是我老公全程載我去露營回來的 所以很辛苦 可是呢 我們全部都露營了 有了露營 有了家裡 錢在哪裡 還不知道 沒有錢做不了事 我就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今天的陳思荃 那個她的 陳思荃跟她的先生 跟她做董事長 進去建設 我就跟她說我想有一個夢想 所以她就說 那你把一些構造跟我講 我跟她講了我的夢想以後 她跟我講 你明天就下來吧 我就來了通號大飯店 馬上她看了兩家飯店 所以就訂了通號 那一天我們的思荃 就把訂金給付了 所以那時候就打了一劑強行爭 我就開始辦了這一場 因為活動的場地經費非常的多 大概五六十萬左右 可是呢 後來就想說 後來的募款怎麼辦 我沒有募款了 也沒有團隊 可是呢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 就是當遇到了這個幕後工程 她叫石志偉 她是我們高雄的台灣智庫的董事長 我剛才在講 有時候也想要辦一件事情 或我們把我完成一個夢想的時候 只要你有心 那個老朋友都會幫你 所以我是在一個很偶然的公益的團體裡面 遇到了她 曾經他們請我上台支持 我說我今天要辦個選美活動 結果她剛好是有一個經驗的團隊 她告訴我說 下台以後她說 欸你可你留步一下嗎 我們一聊聊兩個小時 全部都垮光了 就剩下我們兩個在聊 所以呢 我就跟她講說 我的構想 所以她就告訴我 那我願意來參加這個團隊 我就告訴了 那個我們的 軍藝建設的謝董 說我現在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那你這邊有什麼人可以幫我呢 就是今天我們的主持人之一的 廣量慈善基金會的李主任 我們就這樣子 三個人就在我們家開會了 都不認識 他們兩個都不不認識 我們就這樣開會就組了 後來就跟她講說 經費在哪裡 所以我們的館團慈善基金會就說 沒關係 那我們一起來辦一個募款慈善會 所以在9月13號的時候呢 謝董就找了六十多個人吧 也是在這個場地 所以就募了一百多萬 我當天就感動了痛哭流聽 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六十幾個人 大家竟然這麼支持 我也我想要完成了夢想 後來呢 我們這個就慢慢慢慢的 一直形成一直到 那個謝董告訴我 錢我們來負責 你只要負責 把美美的家裡交給我就好了 所以我就請了 維娜師的那個 李玲珊 李老師在嗎 李老師在這邊好嗎 他也一不容許 來幫我們做每次每一個課程 總共訓練了五個月 所以把我們的家裡都訓練了 每次每一個課程 那口才的訓練 當然就由石董來訓練 所以我們這是一個魔鬼訓練班 但是他就是我們的魔鬼訓練的 所以口才招練都是由他跟李玲珊老師來負責的 那服裝方面當然是我們也是有禮服公司來提供 所以呢就一路上來我是覺得說走的都滿那個的 可是呢在這邊我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不管家裡有沒有選中 因為並不是中樂透 只是一個使命的開始 以後我會帶著這一群家裡做親善大使的動作 不管到什麼地方我們都會去做仿視 不只是脊椎損傷 而且所有只要需要我們的地方 打一通電腦我們都會去做一個親善大使的動作 可是呢我很希望我會跟謝龍講過 這一屆辦完了我希望能夠辦第二屆的脊椎損傷的 男的選美大賽 所以呢希望今天如果有人想要願意承接的呢 今天在最後的時候可以來跟我講一下 明年的第二屆我想要辦 如果你們是台中人一樣一起支持 我們就也在台中辦 所以呢也希望說能夠把這個動作傳承下去 謝謝各位謝謝